港珠澳大橋運營土測試涉嫌造假的事件 土木工程拓展署完成2013至14年的運營土砖覆檢測試 發現116個石屎磚測試結果以上 另外還發現同一化驗所為55項政府工程做的石屎測試 有130個結果出現以上 林榮報道 土木工程拓展署覆檢了涉嫌造假的化驗所 在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 港珠澳大橋石屎磚測試結果 發現有116個測試結果以上佔整體的千分之二 處方強調有問題的測試結果不影響石屎強度 它本來合格的我們檢查後都是合格 它本來不合格的我們檢查後都是不合格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對規格、對碩士強度的要求 沒有影響就是這個原因 它根本是我們做完分析後發覺沒有影響 連同早前福檢涉事化驗所在2015年1月 至2016年6月的測試結果 暫時總共發現326個有問題的測試結果 廚方說會在6月底前完成福檢最後一批 即2016年7月至今年3月 適時化驗所進行的運營土磚測試記錄 之後會公佈進展 另外涉事的化驗所在2013年至2014年間 同時負責大約400項公務工程的石屎磚測試 政府福檢發現當中55個工程 一共有130個石屎磚測試結果以上 但是在中環灣仔繞道工程 銅鑼灣避風塘斷隧道 就發現有14個有問題的測試結果 但處方分析認為對工程質量無影響 我們會將這些福檢的結果 連同分析的結果 都會交給有關部門 再作出準一步的研究 看看需不需要再作 視乎那些石屎的位置 或者是重要性 每個項目都可能有不同的考慮 再看看有沒有需要做進一步的測檢工作 政府將這55個工程的福檢結果 匯報廉政公署 NOW TV記者 林永不道 有限公司 除了 新的文件 有限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